我们先来看一个有趣的事情 在全明星后卫里拉德暴露了两名NBA球员 改名的消息后 军事对球员费沃斯无法做事不管 他今天还带头揭露了一条信息 很有意思 菲娃在推特上爆料 前沿湖城论坛榜全世界记者托尼琼斯 已同意加入另一家媒体的Athletic 报道了由他爵士对核NBA新闻 更有趣的是 琼斯本人也给了这个推特 一个炸仅仅在六个小时内 NBA已经曝光了三个最近消息 火箭队正式发布了正式公告 而且强队受到重创 我们一个接一个的看 让我们先来看看前火箭队球员被服役的消息 根据The Athletic 记者 的曝光太阳队正式选择快船后卫被服役作为后卫位置的第一个演员 他们认为Beverly的戏剧与Devon Book完全兼容 如果太阳能成功赢得比复利 那么除了布克和艾顿之外 他们的首发五人球队可能都是前火箭球员 第二个消息是关于火箭队的 刚才火箭队正式宣布球队助理教练杰夫布兹德里克宣布正式退役 昨天 布帅决定退休 当时 仍然有很多粉丝希望布帅 在经过一夜的思考之后再想一想 毕竟 火箭队现在正在蓬勃发展并在战斗一年 赢得冠军也是一件好事 我没想到火箭今天正式公布 球队在2015-16赛季加入火箭队之后 火箭队的防守进步是漏眼可见 尤其是上个赛季 他们无限的防守变化 让球队在常规球队历史上取得了最佳战绩 现在突然退役 给火箭的未来蒙上了一层阴影 第三个信息是关于森林狼队的 目前狼队的核心阵容是老将吉米巴克勒 加招穆威金斯和城镇 最初 这个阵容将是西部强队 但今天的曝光 已经导致这种力量受到重创 运动记者 在节目中透露 Jimmy Butler正在认真 考虑他在森林狼队的未来 而Dons是联盟中最好的中锋之一 他目前没有与森林狼失约 因为他想看看巴特勒和森林狼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在此问题得到解决之前 他不会许约 可以说 森林狼队内部的矛盾几乎是开放的 沙姆斯说 本周的会议可能是森林狼最后一次想尽办法 挽留巴特勒的新赛季 换句话说 狼队现在更倾向于将唐斯作为未来球队建设的核心 如果巴特勒谈判陷入崩溃 他们可能很快就会开始交易过程 市场上有很多团队想要赢得巴特勒 胡人队的76和纽约尼克斯队都是潜在的威胁 不过 火箭队也有自己独特的优势 因为巴特勒是一个真正的羞涩的人 优优独播剧场——cko 涂漠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